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的主题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过的那些卸妆油 首先我是干性皮肤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卸妆油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卸妆水好像说是那个所有卸妆产品里面添加的东西太多 然后其实是对皮肤最不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一般不太用卸妆水 我用卸妆水也只是卸一下口红而已 另外一个呢就是卸妆乳 我觉得卸妆乳还不错 就是如果你有就是比较喜欢卸妆乳的 你其实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卸妆乳这个东西 其实性价比没有很高 我不知道如果你用卸妆乳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瓶卸妆乳用的很快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多月就用完一大瓶 可能如果你要买贵一点专会品牌的话 大概要两三百一瓶那种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费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就其实综合下来看的话 卸妆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第一卸妆油是油类的话 你能它整个的把你脸上彩妆都融 就是融开 就你不用担心说卸不干净 第二呢我觉得卸妆油你按摩了以后 用水去乳化一下 然后把它冲掉 它少了像卸妆乳那种 就是你去还要把彩妆擦掉这个步骤 因为我觉得多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对你的脸的那种摩擦可能会更强 就是你脸莫名就多了 每天都要被摩擦那么多遍 所以我觉得卸妆油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也要好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卸妆油比较耐用 基本上一瓶大瓶的卸妆油的话 我能用到大概四个月吧 四五个月有的时候甚至半年 如果我同时拆个好几个可以用更久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 同样可能你花个两三百块钱 你买到卸妆油用的时间 绝对比你用卸妆乳啊 这种用的要 就是用的要久 然后这样看来它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你也可以投资 就是相对来讲更好的卸妆油 那废话说这么多 然后我先讲一下 我对于卸妆油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是那种 像卸妆水一样清爽的卸妆油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卸妆油的迷思 就觉得哎呀卸妆油是油耶 那会不会油油的 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款就是适合你的 然后呢第一不会长痘 第二它又够清爽 我觉得那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 我用过的这些卸妆油吧 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 FANCO他们家的卸妆油 FANCO他们家卸妆油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了 基本上你一提到的卸妆油 基本上就那几个品牌 然后FANCO肯定是在里面的 它一瓶有120毫升 价格的话还好 如果你找代购的话买的话 大概也就100出头的样子 我觉得还行 但FANCO有一个就是它 东西因为里面没有添加什么 添加剂 所以它好像拆封以后 大概在一个月多 可能就得要用完 那如果这样子来想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投资它的 就是意义不是很大了 当然了如果你追求的是 完全无添加 然后你确实能在一个多月里面 把这一瓶用掉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选择 第二我觉得它不值得我推荐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的油感还是有一点点的 它没有足够清爽 当然它比起就是像无印良品啊 那些卸妆油来讲 它已经算是相对比较清爽 但是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我觉得就是它还不够清爽 嗯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油的感觉了 诶 稍微挤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它还是 我不知道可以看到了 它其实算是清爽的油 但它还是不够清爽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Fanco的卸妆油 我如果之后有很好的活动和很好的价格 可能会购买 他们家不是经常会有限定包装吗 我觉得可能会为了包装去回购 但是我不太 就是不是我完全推荐的一款卸妆油 接下来呢说的是清基金他们家卸妆油 这个在天猫有旗舰店 高丝旗舰店吧 然后大家如果在就搞活动的时候买呢 确实还是比较划算的 好像一瓶两瓶才一百多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是这个卸妆油 我知道很多可能学生党会去购买这个卸妆油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首先这个是我已经空瓶了 这个是还没有拆封的 它这个是两个一组啊 这个卸妆油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能不能看得清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震荡起来的话 它不是足够清爽 还是能感觉到它是油 就是它这个地方 就是其实它真正上脸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它上脸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像是卸妆油 就你们传统概念里面就是认知的那个卸妆油 就是比较油油的那种 所以呢 我觉得它不够清爽 它卸妆力的话还好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 虽然它不是很贵吧 但是使用感受来讲 我觉得不是我要求的那种清爽的像水一样的卸妆油的那种 所以这款我不推荐 如果是比如说你想要有的时候试色啊 或怎么样你用这个来就是卸一卸手啊这种 我觉得可能还好 但卸脸的话使用感真的不太好 接下来这个东西呢 我是一定一定要吐槽的 这个呢是来自于欧提利他们家的这个卸妆油 这个我是在某年间是斯福兰大八指的时候买的 他们家的那个黄后水很有名 所以它的品牌给人定义就是自然天然 然后就是各种跟自然还有唇就是那种挂钩的嘛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卸妆油 我想说那可能是不是它用起来也不很清爽 但其实并没有 首先从它的使用感来讲 它的卸妆的使用感真的很不好 它有感觉就是很油 我觉得一点也不亚于这个 就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油的那种卸妆油 甚至它会比那个会更加的油 第二就是它卸不 我觉得它卸妆能力很差 有一次我在手上就试了两个是口红还是眼线 我忘了 反正就是我用那个卸妆我揉揉揉揉揉揉揉了好久好久 然后它都没有把那个东西就是彩妆给融掉 所以我就觉得它卸妆力也不强 那一个东西它卖到大概好像也不便宜吧 也要一两百块钱这种 然后它只有一百毫升 如果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价格 然后你又这么使用感又这么差 然后卸妆能力又不强 那我要它干什么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 大家看到就绕道走 不要买 我觉得不好用 Tatcha Tatcha他们家卸妆油 这两年真的很火很火 然后我这个是在他们家 美国官网搞活动的时候买的 是150毫升 他们家好像现在已经有了那个 双倍是300毫升还是多少 就是大瓶装的那个卸妆油 首先Tatcha那个牌子本身在国内确实不太好买 如果你有靠谱渠道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下 第二它价格也不算很便宜 大概在两三百块钱的样子 就是我从美国官网买的话 大概是两三百块钱的样子 价格就中等吧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压嘴 我觉得就是很好用 然后这个卸妆油确实还可以了 就是足够的清爽和轻薄 然后卸妆能力我觉得还OK 所以如果你购买方便的话 我觉得这款卸妆油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购买这个卸妆油确实不方便 也没有靠谱渠道去买的话呢 不要着急 我下面还有别的卸妆油可以给你推荐 就国内比较方便买的吧 我觉得如果我推荐东西 大家都不太方便买的话 那确实也是会有点闹心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暂时来讲的话 确实还算是值得推荐的 如果下次买的话 可能会买他们家大瓶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卸妆油的产品 可以买大瓶的在家里面慢慢用嘛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一个 可以算是我的真爱卸妆油 没有这个卸妆油 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没有囤货的话 我觉得肯定就是会不安 如果你一直关注我频道的话 应该能猜到这是哪个卸妆油了 没错它就是来自于Bobby Brown他们家的 这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呢 我已经用掉了一罐 就是小的是那个 就是它正常的那个size 然后这个呢是就是超级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400毫升 它正常应该是200毫升 这个是我在他们家美国官网买的 确实从美国官网买的话会便宜一点 国内的话好像是380还是多少 一瓶200毫升呢 价格其实也不是很便宜了 当然了我肯定是 还是推荐大家就是 私服来八折的时候去买会比较划算 这个西装油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用 这个因为是囤破所以我还没有打开 首先大家看它的那个蟹妆油本身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这个就完全符合我要的那种就是清爽的跟水一样的那种蟹妆油 这个绝对就是 第二就是它的味道 它没有那种油耗味 它是那种就是 怎么讲 它是那种茉莉花 我觉得是茉莉花 但它茉莉花香 香味也非常非常的好闻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卸妆能力 我觉得是非常就是非常可以的了已经是 我一般每次用的话可能会用个五到六下 就按压五到六下 然后全脸去按摩会带到一点脖子 然后这个卸妆油呢基本上一瓶200毫升呢 我能用大概四到五个月的样子 所以像我这样一大瓶的话可以用 怎么讲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可以用个小半年以上 或者近一年可能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卸妆油我是会一直一直一直回购 而且我也是强烈安慰大家如果你想要找一款清爽像水一样气味又好闻 然后呢又卸妆卸得干净的卸妆油 强烈推荐Bubby Brown这一款 真的很好用 然后呢我就讲一个我自己就是卸在手头没有那个瓶子 因为当时脑抽把那个瓶子给丢掉的一个卸妆油 那个卸妆油是来自于 我会把瓶子的那个放在这边 是来自于雪花秀他们家的那个卸妆油 那一款卸妆油呢我觉得其实跟Bubby Brown这一款的质地有点像 也是挺水的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就是不方便买那些别的卸妆油 你可以尝试一下雪花秀他们的卸妆油 我觉得也还OK 就是不会很油 然后也比较清爽 然后卸妆力也还可以 所以就看大家预算吧 我觉得其实这些卸妆油价格都差不多 然后呢就是植村秀他们家卸妆油 植村秀他们家卸妆油的话 我只用过他们家琥珀这一款 就是这个黄色这一款 这一款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清爽的一款卸妆油 怎么讲呢 我觉得如果要购买植村秀 因为他们家其他卸妆油我没有用过嘛 但就目前来讲 如果要买植村秀的卸妆油 我可能会考虑去买 就这个琥珀他们家的卸妆 就是琥珀款吧应该是 然后他们家那个樱花那一款我没有用过 所以听说那一款也挺清爽的 反正我之后有机会会把植村秀他们家卸妆油 大部分都买来试一下 但因为卸妆油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耐用 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卸妆油 我真的是用了很长时间 大概用了有两年吧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也算是一个两年以来的 为了准备这个视频来做的一个 就是使用感的一个分享 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这个呢 是来自于这个Mac他们家 这是我今年新发现的一瓶卸妆油 我觉得真的也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彩妆师他们家品牌卸妆油 其实都挺好用的 这个我好像之前没有看到有多少人推荐 但是这个卸妆油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不说它是卸妆油 你可能会以为它是卸妆水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足够清爽 但是它是一个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跟水一样 这个所以它上脸特别特别轻薄 一点都不会觉得厚皱和黏腻 你和如果我和这种比起来 大家可以看这种 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这种它就是还是有比较浓稠感觉 对吧 但是这种完全就是水妆 所以这个卸妆油 我觉得现在我找到它以后 我觉得可以它和那个Bobby Brown 那个两个交替使用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用的一款卸妆油 很轻薄 但它味道的话 没有Bobby Brown那么好闻 它没有特别 就是怎么讲 没有那种花香啊 这种东西 没有就正常的那种 没什么气味的那种油 所以如果你就着急买一瓶卸妆油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Mac他们家这个 像水一样的 或者如果你预算足够的话 也可以去试一下 Bobby Brown这个 所以综上所述呢 我觉得我比较推荐 就是卸妆油类产品的话 Mac的卸妆油 还有Bobby Brown的卸妆油 像这个 Tatcha这个的话 大家就根据自己预算和购买情况 我觉得是可买可不买了 就还好 算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像雪花秀 他们家卸妆油 我觉得也不错 所以这几个卸妆油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也是在寻找一个 日常就能用的 卸妆油产品 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我这个视频 好那希望这个视频 对你来说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给我点个赞 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用过哪些 我没有讲到的东西 也是很好用的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